见到第一仙第3255章 选个死法 天穷下那一朵紫云之上 这些人 你当如何处置 皇祖开口 他静静立在那 羽翼绚烂夺目 一身威势之盛 让人不敢逼势 苏义道 还有我来 皇祖道 事情因你而起 自当由你来决断 而我只想看看 你会如何做 苏义不由挑了挑眉 他呼的发现 皇祖似乎在试图 通过这些事情 来观察自己 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气氛很沉闷 冷不丁地 云住身呼吸一口气 苦涩道 苏道友 还请您明白 我等之前的苦中 作为道家一脉的传人 我们这些火种人物 根本没得选 他身后 那些太福官传人 一个个也低着头 神色暗淡 他们都清楚 今日是生是死 完全拿捏在 苏义一念之间 苏义道 你刚才的选择 没什么不对的 毕竟三清官是道门领袖 玄机 他话锋一转 不过 我很不解的是 为何你在选择 和我同行之后 却又暗中传信 把和我有关的消息 告诉了宗门 云住心中一颤 正要解释 苏义已淡淡道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所解释的话 云住脸色变幻 似是已清楚再劫难逃 不由颓然一探 一切罪则在我 和我那些同门无关 苏道有能否 放过他们 顿时 那些太福官传人皆动容 玄机悲从心来 作为火种人物 他们一个个也是乘组路上的道主 何曾想过 还未抵达命和起源 竟会遭受这等灾殃 尤其当看到云住预览下一切罪责 牺牲自己来为他们谋求生机时 谁心中能不出动 便是董庆之 卓裕看到这一幕 也对云住的印象大为改观 苏义却吃得一声轻笑 你呀 终究还是贼心不死 若我没猜错 你此刻的所作所为 无非想拖延时间罢了 拖延时间 众人一头雾水 云住则探道 拖延时间又能如何 在这位皇祖前辈面前 无论谁来了 怕都无法救了我的性命 苏义深深看了云住一眼 道 有的人死了 会遭人恨 有的人死了 却能驳一个好名声 让自己的亲友 得到恩惠和福责 你想选第二种死法 对不对 云住心中一寒 脸色都变了 还不等他说什么 苏义已经说到 你为其他同门求生路 就是让他们感念你的恩情 至于拖延时间 也很简单 若能等到你太福官的大人物清零 当获悉你的举动 岂可能不受触动 他日 怕是非为你立下灵位 大半一场丧礼 对和你有关之辈 精心厚赏 说到这 苏义目光重新看向云住 牺牲一人 成全一大家 也算死得值了 云住心中一阵发毛 手脚冰凉 说不出话来 因为苏义那番话 的确正是他心中所想 他以自知再劫难逃 也注定没有活路 才会豁出去 要以死亡为代价 博取一些东西 不曾想 全都被苏义看穿了 这一刻 皇祖却困惑到 你是如何看穿这一点的 这也是在场其他人的疑惑 苏义随口道 很简单 这丝骨子里 是个贪生怕死之辈 这样的人选择赴死时 肯定不会因为 多有骨气和担当 从这一点进行推断 自然就清楚 他选择去死时另有所图 皇祖恍然 眼神不由有些异样 人心鬼欲 耐人琢磨 可很显然 苏义对人心的了解 远远不是一般人可比 的确 之前这家伙 还因为怕死 毅然选择被刺苏道友 现在怎可能 一下子就变得不怕死了 董庆之开口 眼神中尽是讥讽 连自己的死都进行算计 你云柱可真够可以的 云柱这一刻 像豁出去般历生道 世间之事 论计不论心 而今 我都已选择一个人承担一切 以死来抵罪 何措之有 的确没有错 苏义道 只不过让人很难看得起罢了 说着 他抬眼凝视云柱 若你现在自杀 我就放了你那些同门 云柱眼瞳收缩 为何不能给我一个 死在你手中的机会 苏义道 你不配 云柱神色惨淡 正要说什么 远处呼地传出 一道威严的声音 既然都已决定死了 又何须再什么死法 伴随声音 两道身影 从远处飘然而来 一个并发斑白的中年 一个容若青年的男子 当看到这两人时 太福官众人一阵骚动 因为来者 正是他们太福官的两位大人物 三长老穆峰 五长老穆婷 皆是穆自辈的长老 尤其是三长老穆峰 乃是云柱的师伯 可云柱却一点也不高兴 反倒一脸的错 难难道 师伯 您 您刚才说话 莫非是想让弟子去死 言辞间 竟是难以置信 在场其他人也很震惊 很困惑 果然如苏毅所说 太福官的大人物们来了 可没人能想到 太福官的大人物出现后 却会表露出这样的态度 苏毅看了皇祖一眼 却见后者并不意外 心中大顿时明白 这两个太福官的大人物 恐怕早就来了 之所以迟迟不曾出现 必然是因为皇祖的缘故 此时 病发斑白的沐峰叹了一声 眼神复杂 声音低沉道 你死之后 我会为你料理后事 实现你心中所愿 云柱如遭雷击 傻眼了 好不容易盼来了救星 还是自己的师伯 谁曾想 却是来让他送死的 一股难以言说的不甘和愤怒 涌上云柱心头 让他脸色也一下子 变得格外难看 明明是自己主动提出赴死 到头来 却被自家长辈命令 去自杀 这种转变 让云柱哪能受得了 他眼睛发红 面颊铁青 愤怒道 两位师伯 这就是你们的态度 我一心为宗门做事 不惜冒着天大的风险 把苏宜的消息传给你们 你们倒好 非但不救我 还要我去死 声传天地 董庆之 卓裕等人见此 却毫无触动 反倒心声怜悯 咎由自取 大概就是如此 我明白了 云柱面颊争鸣 你们也怕死 怕被那位皇祖杀了 只要我死了 事情就有了 卧旋的余地 对不对 可你们这么做 未免也太让人寒心 他张嘴正要继续说什么 一道掌印从天而降 将其击毙当场 躯体和神魂都爆碎 消散为灰烬 云柱死了 被骑士伯木峰 一巴掌拍死 天地间 唯有他那充满愤恨和不甘的声音 在回荡着 众人心中都很不平静 尤其是云柱那些同门 一个个都被吓到了 无法想象 木峰怎会亲自灭了云柱 门徒不孝 让阁下见笑了 木峰走上前 朝皇祖见礼 满脸的惭愧 皇祖语气冷淡道 你们觉得 那名叫云柱的小家伙 一死 今日之事就算完了 木峰沉声道 我派那些门徒愚钝 不知今日之局的险恶 但 我们懂 他深呼吸一口气 道 我们可以代表太副官表态 今日之事 我们太副官就当什么也没发生 以后也断不会追究 如有违背 不得好死 皇祖却看向苏义 我说过 今日之事由 你来决断 现在 你如何看 刷 所有目光都齐齐看向苏义 苏义却看向远处的木峰 道 给我一个能够说服我的理由 木峰眼眸一宁 沉默半赏 最终窥探道 无论山岳神族 还是三清官 亦或者是阁下和皇祖 发生在你们之间的事情 我们太副官掺和不起 苏义挑了挑眉 道 你们可以走了 木峰却顿感意外 四眉想到苏义会这般轻易 就做出决断了 玄机 他一声苦笑 神色怅然 分别向皇祖和苏义报了报权 便和木亭一起 带着那些太副官的门徒告辞而去 你真的信他那些话 皇祖问 苏义点头道 他亲自杀了自家门徒 这本身就是一种表态 更别说 今天的事情牵扯甚大 太副官这样的势力 一旦卷进来 对他们注定有害无益 玄机 他抬眼看向皇祖 除此 阁下既然允许他们出现在这里 何尝不是早已确定 来自太副官的威胁 根本不算什么 这一点 才是最重要的 皇祖眼眸中 浮现出一抹笑意 直至此刻 他才从内心中 认可了苏义这个命观 虽然苏义表现出的性情 和他所熟悉的削减不一样 可不得不说 两者的心智和手段 皆称得上卓绝 唯一让皇祖心中难以接受的是 相比当年的削减 苏义的修为 实在没什么可称到的 不过 他能在未曾踏足成祖之路时 就执掌涅槃之力 可就远远不是当年的削减能比的了 皇祖心中暗道 想起削减时 他眼神都有些恍惚 玄机 他收拢思绪 也谋一扫其他人 这些人呢 你打算斩草除根 不留隐患 以免消息走漏 还是打算给他们一条活路 一下子 董庆之 卓裕等人心都紧绷起来